HELLO VITARA的車友們大家好 我們沒有在VITARA的社團裡面做過直播 剛好很多的車友有在詢問KT的產品 然後VITARA的銷售狀況也特別好 所以今天工廠裡面剛好VITARA在施工 那我們就立刻做直播 但是如果車友們在線上觀看 有遇到哪裡有問題 需要把鏡頭帶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 請不用客氣 我們會立刻把鏡頭帶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 然後在線上立刻做詢問 那這台是2017年1.4渦輪 然後它是二輪驅動的版本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原廠的兵電器好了 原廠的兵電器已經拆下來了 這台車它的前面是一般Suzuki小車的設計 它的前面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這個是前面 那它前面原來就沒有上座了 原廠的話 它類似一個上座 然後一個軸層 一個橡皮 像是Suzuki的SWIFT的小車 或者是Honda Fit 或者是Toyota的Yaris 它都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一個小軸層 一個橡皮 它並沒有上座 所以它的前輪呢 也沒有什麼可以改魚眼上座 也沒有強化上座 都是要沿用原廠上座 它後面的部分 它算是一個拖曳臂的系統 後面的話呢 它的結構很簡單 所以也造就了它後座的乘坐空間 會比一般的車款還要來的大 它的後彈簧 它的後面的避震器 所以它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後面的行程呢 是走一個長行程的設計 那長行程的設計呢 在避震器的製造廠來說 其實就比較容易發揮 因為它的行程比較長 所以當然要在舒適度上的設計的時候 就比較好發揮一點點 所以它的阻尼其實也都跟一般日系車一樣 壁坐的並不強 也沒有做一些overdamping的設定 所以它的整體的設定 就是比較偏向舒適 好 那這是後面的避震器 後面上部的一些 橡皮也好 墊片也好 這些全部呢 都要沿用 都要沿用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後面的避震器好了 因為師傅在弄前面 後面的話 Vitala 跟Nissam的Tida一樣 它在上座呢 有開一個維修孔 所以很方便 不論是在避震器的維修也好 或者是車主在自行調整軟硬 也就是阻尼也好 都相當的方便 這裡有一個 U型的 維修室蓋 維修室蓋拆開之後 就可以在這裡看得到 避震器的算是上橡皮啦 這個不算上座 上橡皮的上方呢 有一個KT的logo 那這個logo 就是在調整阻尼值 一般我們說的軟硬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往順時針的話 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呢 這樣就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今天的車主的輪胎旅圈呢 都還是原廠的規格 所以我們先把它 KT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我們先把它調到中間值 就大概是15段左右的阻尼 那後面有一些特別安裝的技巧 我們把鏡頭帶到彈簧這裡 那告訴大家這樣的 安裝的時候有哪裡要特別注意的 這一台呢 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呢 是4公斤 是4公斤 那長度的話是210mm 它的行程呢 也做了比較長 大概170mm左右的行程 那它的後面有一個特別安裝的技巧呢 就是後面的彈簧千萬不能預載過多 如果這個21公分的彈簧呢 我把它壓縮到剩18公分 那它的彈簧預載值高 肯定怎麼調都不好做 所以後面彈簧的調整呢 車高的取決是在這個地方 我要車高高一點的話 這個銀色的話會往下挪 它的整體Hiro Key 加上彈簧整體的長度變長 車高呢 就會變高 那相反的 如果把這裡的距離呢 把它縮短一點點掉 它的車高呢 就會變低 那車高的取決是在這裡 但是行程的取決是在筒身這裡 如果我們把筒身調的太長 那它這個彈簧跟Hiro Key呢 就會有鬆脫的狀況 如果調的太短 它的彈簧就預載過多 就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後面筒身的長短呢 它沒有辦法改變車高 這個長短 這個長短它並沒有辦法改變車高 它有辦法改變的是 調整自由形成的多掛 所以車高的調整是靠彈簧上方 筒身自由形成的調整是靠這裡 所以後面有一個特別特別安裝的技巧 就是後面的彈簧千萬不能預載過多 那預載多少 預載3mm 3mm不是3公分喔 是3mm 才一點點而已 所以這個才是一個後面正確安裝的步驟跟技巧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Vitalo我們所配置的是 200長6公斤的彈簧規格 那它的上座 剛剛有提到過 它的上面的上座是要沿用原廠的 所以它的上座 軸層 還有橡皮是在這裡的上部 那離載酸的鎖點 離載酸是沿用原廠的 那這裡有一些ABS的感應掉架 感應線 這個是煞車油管 因為這個有改過多了在卡前 所以它的煞車油管固定方式雖然不太一樣 但是固定點都是一樣的 前面我們所配置的是200長6公斤 你鏡頭撈到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上面 有人嗎 這個是我們剛剛提到過的上座的部分 那調整的方式呢 跟後面是一樣的 它往順時針 這樣變硬 這樣子變軟 所以它的調整方式的話 就是跟後面一樣 那KT的話 有一點特別的地方是 當這個拉高之後 這裡可以看到 鏡頭可以再拉近 近一點看看嘛 這裡有一個黑色的防水塞 這個防水塞呢 因為這裡面是一個阻尼的調整機構 所以它裡面呢 基本上是 如果有做防鏽就還好 如果沒有做防鏽呢 很怕說 如果久了之後生鏽 就比較有可能會有卡死的狀況 那KT很貼心 還附了一個防水塞 防止水啦 或者是我們自助洗車的時候 水氣跑進去 造成日後生鏽的狀況 所以這個地方呢 是調整阻尼 那這個地方就是上座的部分 所以這台車在拆裝的時候也還蠻方便的 唯一比較要小心的地方就是 當要拆這個上座的軸層 跟上座的橡皮拆下來的時候 它的彈簧是要做預載的 千萬要小心 不然它是有可能會彈杯的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用料的部分 像是裡面的主名友 我們所使用的就是義大利IP的主名友 油封的話呢 使用的是日本跟Tim一樣 應該Vitala這台車 日本的Tim應該有做吧 在油封的話 使用的是跟日本的Tim一樣 都是NOK的品牌 所以它的我們的耐久度也好 或者是整體的油品的抗衰退度也好 都有一定的表現 那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所以它的主名友用的那麼好 但是主名友久了之後 還是有可能會劣化 劣化之後呢 KT本身都有辦法針對呢 車友單一的零件 譬如說防塵套 饅頭 那這個有可能是耗材 那這個壞的都可以針對單一的零件來做更換 那主名友也是一樣呢 主名友有可能用了3.5年之後 主名劣化也是可以汰換的 所以 KT本身就是製造工廠 並不是請其他的廠家來做OEM的 所以在維修部分的話 後續如果車友需要服務呢 就會比較周全一點點 不用再請經銷商來鑑定 再把東西寄回去 好了之後還要再跑一趟 不用 那這些KT工廠都有辦法來服務大家 那這些就是 車主也有改的 前面算是四活塞的煞車卡錢 後面的話是加大碟 所以整體的自動力道也好 或者是再加上今天的改裝便利器整體的操控 一定表現會好很多很多 那可以看到這一台的 它的配備 其實常常這台車像是上個月吧 上個月也有一台車友 應該是8月9號 那一天的話也有一台是Vitara 那一天應該是在KT的粉絲團裡面做直播 那一位車友的他的也是 都是來工廠試乘之後覺得產品有滿意才考慮的 所以很希望如果你一樣是開Vitara的車款的話呢 KT裡面其實都有不同型態底盤的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大家試乘 那今天的這一位車友呢 也是早上來試乘之後 覺得KT的產品不錯 下午就立刻預約來安裝 所以車友們有需要試乘的話呢 請大家不用客氣 到我們KT Racing的FB粉絲團裡面 找我們的小編 跟我們小編預約 可以試乘 或者是說 您對KT的產品有任何問題呢 請不用客氣 請詢問 都可以詢問我們 那今天的安裝到差不多告一個段落 今天的車高是三指幅嘛 對 今天的車高要降到三指幅左右 所以今天的設定呢 就大概是三指幅 那我們已經拆裝完畢了 要準備要上胎了 那也要準備試車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拜拜 好 詞曲 李宗盛